师傅 电脑检验报告出来了 是中了一种木马病毒 木马病毒是通过周伟强的QO号码 借到电脑上的 这种木马不仅可以远程 监控对方的聊天情况 还可以远程控制 任意篡改桌面图片 最不可思议的是 这个病毒有个名字 就叫红糖溜 还有 周瑞出事那天 周伟强和周伟强 我几个朋友在KTV喝酒 没有作案时间 木马病毒的来源可以查到吗 技术哥正在查 贾静静有作案时间吗 没有 木马病毒接收时 他应该还在医院的病床上 昏睡着 真是见鬼了 我说 你不是 你死定了 你不是 你死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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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 我看你死定了 你死定了 我看你死定了 就确定了 你们在过去 而且我是 因为我都在 判除是偶然 那么他进入小区的视频 怎么也赔了 难道对方想删除的 是关于李浩哲的视频 对方为什么要删掉 跟李浩哲有关的视频 难道李浩哲 和假明明的始终有关系 喂 小可 你晚上能带浩哲回一趟家吗 师傅 有结果了 快说 技术科的人追查到了 发送木马病毒红桃六 给周伟强的网络 是达安路一家 叫彩虹的网吧 我去查看这个彩虹网吧 的监控录像 终于把这小子给找出来了 是谁啊 这个人也太熟了 整天在库宁桥附近偷东西 外号黑腿 跑特快那个 他 他会是红桃六 我也觉得不像 但是病毒确实是他发的呀 所以我想即使他不是红桃六 那他也知道 红桃六是谁 走 我们去他家 走 黑腿 警察 彩虹罗 快 快 怎么 还想跑啊 说吧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什么怎么回事 我还想知道怎么回事呢 你少给我装红桃 你知道我们叫你来说的是什么事 我真不知道 反正你们警察找我 肯定没好事 我当然要跑 我再问你 昨天上午十点 你是不是在彩虹网吧上过网 是 你是不是把一个 叫红桃六的木马病毒 发给了一个网名叫周周的网友 红桃六 我去那里上网的时候 发现之前有人上网 他的QQ网退了 我就看了他的聊天记录 好 后来我看到没反应 我就把QQ退了 你说的都是实话 你们可以查啊 我妈都有监控 找到之前在我那台电脑上上网的人 不就什么都知道了 当务之急就是找到彩虹网吧 在黑腿之前上网的那个人 明白 团队 舍完了吗 舍完了 该轮到沈寝了 什么意思 你师父自己知道 放心吧 没事的 红桃六这个木马病毒 黄静怡可能不清楚 而我却清清楚楚 它是你上警校的时候 自己做的一个警运程序 它为什么会出现在 红桃六这个案子里 你给我解释解释 这件事情你是知道的呀 那天贾静静昏睡的时候 我给你打过电话的 你听我说 来不及等技术人员了 只要你同意我的方案 技术上的事情 我可以想办法解决 我是怕技术人员来不及赶到 才把这个木马 放进了贾静静的电脑 我本来是想找到 她的姐姐贾明明 我没想到 会被人用到 周伟强的案子上 这么多技术手段 你不用 谁让你用 你自己做了这个破玩意儿 我当时身上 只能找到这个用吗 那我可不可以怀疑 这个木马 是你发给周伟强的 而你就是周伟强交代的那个 叫贾小姐的老宝 你就是黑腿说的那个 在他上电脑之前 还没有来得及 退出客户号码的人 你不会也这么认为吧 我怎么认为不重要 重要的是 督察的人怎么认为 我跟你说了好多遍了 督察对你的调查 不是这么就完了 现在贾明明失踪了 这个失踪当天 这个监控录像被人删了 监控室管理员这个周蕊又死了 你忙活了这么长时间 抓住了个周伟强 抓了个郭大宝 还有一个叫黑腿的 可这些人没有一个 跟这个周伟强的死 能挂上关系的 我要是督察的人 我也会顺理成章地怀疑 这一切都是你贼寒捉贼 故意迷惑警方视线 拖延破案时间而设计的计划 这个红桃六木马病毒的出现 就是最强务力的证据 我一定可以在他们找到足够的证据 证明我就是红桃六之前 亲手把这个真正的红桃六 抓到他们面前 红桃啊 红桃 我怎么跟你说呢 我对你的保护啊 是有限的 而你的敌人 远远比你想象的要强大得多 我希望你以后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 不要再使用那些 有可能会被红桃六利用 而让自己陷入尴尬境地的行为 和办案方式 我能帮你一次两次 我不能帮你三次四次 来 洪桃进来吧 我哥应该还没回家呢 你要不先坐一会儿 好 我给你拿个喝的 放来吧 浩哲 我问你个事啊 你觉得靳怡姐和小慧姐 他们俩哪个更适合我哥啊 干吗 我 我怎么知道啊 你还挺八卦的 我真急问你呢 你还说我八卦 我不问你了 我哥估计快回来了 我给他做点吃的 你坐一会儿啊 嗯 来了 哥 小可呢 小可在那个 我在厨房给你做吃的呢 你坐下等着吧 好 喂 师傅 和贾静静联系的那个手机号码 开机了 好 我知道了 好 好 喂 是你啊 我在你朋友家那儿 有一丁点疯 没事 你说 赶紧的 什么事 对不起 行 我知道 行 我知道你肯定没吃饭吧 你下了碗面 你妹妹好吧 好好好 我给浩哲也做一碗 慢慢吃啊 好 我不说了 我先去吃饭了啊 好 挂了 拜拜 来 我去洗个手 知道刘洪涛追查这个手机号码之后 李浩哲明白不能再这样联系贾静静 想要联系她 只有另想办法 王总 听说贾静静还有一个妹妹 你说她们会不会联系 有个妹妹 那你给我盯着点 保不及家命令 把东西给她了 我知道该怎么做 贺政 你知道今天我为什么要让你来家里吗 不知道啊 我必须得承认 因为案子的关系 确实影响了我对你和可可谈恋爱这件事情的判断 我要向你道歉 哥 客气了 你是人民警察嘛 对吧 因为我看得出来可可很爱你 你爱她吗 当然了 你敢说你只爱她一个人吗 当然了 好 那我就要问你一个问题 你必须跟我说实话 你和贾明明什么关系啊 我跟贾明明能有什么关系啊 你得说实话 这样 贾心姐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我是来找刘警官的 还有李浩哲 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我是来感谢你们的 虽然我不记得那天我昏睡期间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但我听医生说是你们救的我 昏睡 救你 怎么回事啊 我其实同时患有一种叫做 克莱恩莱文综合症和UV恐惧症的两种神经疾病 我听医生说 这次患病是一个叫做刘洪涛的警察 和一个叫做李浩哲的小伙子送我去的医院 他们说我在街上差点被车撞了 可我一点印象也没有 不管怎么说我还是很感谢你们的 有这事啊 对 是我跟你哥一起救的他 感谢的话就不必了 你还有别的事吗 其实我晕倒那天本来是想找你 我想知道我姐到底怎么回事啊 我们相信啊 你姐姐呢 应该是看到了某一些她不该看到的人 或者是事 她怕惹祸上身 所以躲藏起来了 因此她现在有可能很危险 如果她联系了你 你务必第一时间要通知我 嗯 刘警官 我之前对你有些不友好 我今天是专门来给你道歉的 那我不打扰你们了 我先走了 哥 哥 他姐姐到底怎么回事啊 我也很想知道 蒋明明的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 也许今天 浩哲可以给我们一个答案 对吧 浩哲 我真没明白你什么意思啊 我跟蒋明明没有关系 蒋明明失踪那天 你不是也去了那个开发小区吗 没过几天之后 这个小区的视频监控管理员 就被人发现死在了监控室里 我们现在有足够的证据能够证明 这个监控管理员是被人杀害之后 然后伪装成意外死亡的 蒋明明失踪当天的所有监控视频 通通被删掉了 但是最让我想不明白的是 你那天去小区的监控视频 竟然也被删掉了 你能给我解释一下这是怎么回事 这些事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我进那个小区就是想上个厕所啊 至于我进出小区的那个监控视频 怎么被删掉了 我也不知道啊 这也许就是个巧合 也许就是我进出小区的时候 刚好犯罪分子也在附近 对嘛 进出小区的人多了 你干嘛老怀疑浩哲啊 我是必须把所有的可能性都搞清楚了 知道吗 再说你现在正和浩哲在谈恋爱 我不会允许一个和案子有关的人 成为我未来的妹夫 懂了吗 这你能理解吧 何察 能 理解 当然理解了 没你 我要不可能 需要什么 我 nodig 我需要这个手机卡的 你需要什么卡 是那个联通还是电信还是移动 就是哪个不需要身份证 我就办哪个卡 有有有 就是不需要路网的了 对对对对 这张 多少钱 五色五色 好好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李浩哲看到两个姐妹的感情这么好 内疚的她感觉更对不起贾静静 只想多陪陪她 但陷入破案僵局的刘洪涛 在时刻关注着贾静静的QQ号 衔黄 你睡了吗 没呢 是不是那个监控码有反应了 没错 你赶紧给我查一个训练地址 你不要让我闹ỉ 点赞 ego eh 你自己再拒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您好 你们这儿还有客人吗 我们已经打烊了 喂 师傅 昨天跟贾静静联系的人抓到了吗 晚到一步还是让他给跑了 您好 您就是刘洪涛刘警官 我是啊 你是 我是租车翼租车公司的客户经理 我叫王伟 这就是你说的重大发现 你先听她说完 跟贾妹妹有关的 是这样的 有个叫贾妹妹的女人 两个月前在我们公司租了一辆奥迪 交了两个月的押金 时间到了我们打了电话打不通 到现在已经过了半个月了 还是联系不上 我们没办法只能报了案 刚刚听这位黄镇上员说 李萌也在找同一个叫 贾妹妹的犯罪嫌疑人 我这心里就咯噔一下 这才是我上班后 接的第一个业务啊 没想到就遇到了骗子 公司开了我 倒是小事 管姐 是 是我赔不起啊 李萌 一定要帮我找个被骗子车啊 怎么样 你把奥迪车的情况说一下 颜色型号 车牌号码 有没有明显的特征 装卫装定位系统 这样的 这些资料都在这儿 好的 谢谢 packed 这些资料去 你别玩手机了 快帮我看看 这家好看吗 浩泽 不许玩手机了 你快过来 好 好 我找我我 好 快帮我看看 森林公园 难道是在旅游 不管它 走 抓人 走 过去看看 那我试试 您好 师傅 我要问一下 你有没有看到一个 二十岁出头的女孩 她有失睡症 很可能在附近的街上睡着了 你有看到过吗 我没看见的 谢谢师傅 昊哲 我妈女儿 我 我 干得 我 我 你 对不起 警察 我错了 错什么了 我说你错了吗 我第一次跑黑车 你好 你好 我问一下 有没有看到一个二十岁主头的女孩 她有失睡症 很可能在附近什么地方睡着了 你有看到过吗 你是她什么人 我是她家属 你们这家属是怎么当的 刚才她就在前面的草地上睡着了 后来来两个小伙子 说是她家属 把她给带走了 我俩可笑 对 他们不是 我是她家属 快 跟我去找人 好 老娘 老娘 开门 你打过电话没有啊 过来 安静安 小伙子 你给她打个电话 你赶紧 再给她打电话 你赶紧 再给她打电话 你们干什么 你是谁啊 你 谁啊 你 就是你们两个 不要跑 贾经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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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跑 贾经经 醒醒 贾经经 醒醒 这 ś 车哪儿来的 柬的 柬的 对 天上掉馅饼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知道这车肯定也有问题 我就寻思着 拿它练练手拉几天黑车 我就去报案 但谁知道你们这么快就找到我 那是几号发生的事情啊 二十号 你看清楚那个人的脸了吗 没看清楚 那你在车里发现有什么东西吗 没有发现 那我来到你干什么 还在买在这里 那我可以用一个给你 没看到 那我来到你 坐我们来到我们 不听我的 我没看到 是 我来到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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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跑哪儿去了 那个临时有点急事 什么急事啊 招呼也不打一声说走就走了 给你打电话你还关机 你到底怎么回事吗 你今天就给我解释清楚 那个什么 奶奶给我打电话 说她有点不舒服 行了 你别给我胡扯了 你身上的味道浓到我都不用去闻 这味道我特别熟悉 就是贾静静身上的味道 你去找她了对不对 你身上全都是她的味道 你没有很亲密地接触过对不对 你好折 你好好照照镜子吧 你脖子上的口红印还没有擦干净呢 你太让我失望了 小哥 走开 你怎么在这儿啊 瞧吧 你怎么在这儿啊 你是打算做双椒鱼头吗 做给你奶奶吃啊 是啊 难道与这和贾静静联系的人 真的是她吗 难道与这和贾静静联系的人 真的是她吗 难道与这和贾静静联系的人 真的是她吗 难道与这和贾静的钱 你感觉都不愿ala 但是她的信心那些人 有什么爱 喂 可可 你来一下新风泡玩卡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给可可看过 妹妹就是贾静静 好者 你到底为什么这么做 我爸 我承认 之前在商场丢下你一个人 也是去找贾静静 我跟她说好了 每四个小时让她给我发一次信息 汇报她在哪儿 可四个小时过去了 她始终没跟我联系 我给她打电话 电话也被人挂了 我想她一定是昏睡过去 你让贾静静每隔四个小时 向你汇报一次慰诊 我假扮贾明明 跟贾静静联系 她的病情你也知道 她姐姐失踪了 要是没有联系人 她随时可能出现意外 我就重新办理个手机卡 就说自己 是贾明明的 谁让你这么干的 你凭什么这么干的 我只是觉得她很可怜 何哲 你是什么样的人我最清楚 你想帮贾静静我也能理解 可是你怎么解释你身上的味道 还有你脖子上的口红印 何哲 你是不是喜欢贾静静 当时她昏睡过去了 我只好背着她回去 口红印是她不小心蹭到我身上的 我说的都是真的 你觉得我会相信 你说的这些话呢 不管你相信不相信 我跟她真的什么都没有 那你能保证从此以后 再也不和她联系吗 你能吗 不能 佳科 别追了 别追了 你不用去解释了 你和可可的事情 从今天开始 结束了 好 好了 也许事情不像你想的那样 好 小慧姐 谢谢你这么晚了 还要跑出来陪我 但是你现在什么都不用说 你只要把肩膀借给我 我能在你身边 我就好受多了 好 小傻瓜 你还是接吧 听听她怎么跟你解释 我今天先不理她 我先晾她一个晚上 看她明天怎么说 来 怎么回事啊 可可 都这么晚了 咱们先回家再说 好吗 小慧姐 你今天能留下来陪我吗 我想要你陪着我 可可 你也是个大人了 怎么这么不懂事啊 人家还能没自己点事吗 走了 先回家了 谢谢你 该说谢谢的人是我 小慧 你到那边等我 我跟秦慧如说几句话 再回见 拜拜 我希望你不要误会 对你进行特殊照顾 是我们局里经过讨论之后 一致做出的决定 不是我个人的决定 所以你非要感谢 那就感谢我的局领导吧 不管怎么样 还是要谢谢你 好吧 很晚了 你也早点回家吧 贾明明找到了吗 对不起 不可奉扛 不可奉扛 久等了 韩队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 这三位是江林市公安局的同志 王探长 李侦察员 你好 江侦察员 三位女大学生失联的案子 就发生在他们江林市 他们知道我们南深市找到的黑车里 有三位女大学生的身份证 他们便连夜赶来了解情况 你们这边的情况呢 我已经大致地了解了一些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就介绍一下 我们那边的情况 现在我们掌握的这些监控截图来看呢 看不清楚犯罪嫌疑人的相貌特征 车辆牌照也很明显是假的 但是有个共同点 这三位女大学生都是自愿上车的 我们猜测 这三位女大学生和司机认识 我们也调查了 三位女大学生的社会关系 没有重合的地方 这一次在南深找到了嫌疑车辆 我们也寄予希望 通过车主的相关信息 找到这三位女大学生 王探 你说说江明明的情况 等一下 这三个女大学生上嫌疑车辆的时间呢 吴跃寒是本月十三号上的嫌疑车辆 白蓝蓝是十五号 傅全息十八号 是这样 这辆奥迪车是本月的十号 发生了一桩官员嫖娼坠楼死亡的案件 这个给官员提供女性的假命令 就在十一号施工了 汽车上装有跟踪定位系统 定位系统显示 这辆车从十一号到二十号这段时间 一共行驶了两千公里 你们江陵市和我们南石市 距离仅有二百公里 来往非常方便 这三个女大学生上嫌疑车辆的时间来看 我觉得 这三个女学生应该都是被拉到我们南石市 所以我们可以大胆地推测 这三名女大学生 应该就是贾明命旗下的女性资源 或者是贾明命想把这三个人 发展成她旗下的资源 而且贾明命的业务范围 也只在我们南石市 韩队 什么时候可以把嫌疑车辆 以及最后接触嫌疑车辆的那个小伙子 交给我们 我们好继续调查 韩队 洪桃 你把贾明命的相关资料 回头交给汪探长 这件事情呢由汪探长负责 你们俩可以全权配合 咱们现在就可以去办理一些相关手续 办完之后呢 你就可以把人和车带走了 好的 来 这边请 好 什么意思 你问这话什么意思 我不知道什么意思 我才问你什么意思 不管你脑子里想的是什么意思 肯定不是上级领导的意思 不要揣摩上级的意思 就这意思 什么乱七八糟的 什么乱七八糟的 洪桃这个事情 你不用说了 你的意思我明白 明白就好明白就好 你也知道 这个江陵警方看了你的相关资料 他们知道 他们知道你跟红桃六案子的关系 所以让你来领导 他们能愿意吗 抓到红桃六 找到假冥冥 这是我的责任 这就是真 medic 我也知道 你也知道 甚至是不开手 祭槽 那些马险 kidnapping 就是自己的筷子 一个有限了 翻译起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天 你是了方向的人 能否再回家 只影着迷途的光 一切在商量 悲伤的心 努力抚平 如何能够让心静 天上星星 多美丽的星星 请带着我 伴随我 带着我 背书痛苦 想告别昨天 告别所有烦恼 让我揭开 心中间拥抱 美好 明天 天上星星 多美丽的星星 请带着我 伴随我 带着我 背书痛苦 天下要告别昨天 告别所有烦恼 让我揭开 心中间拥抱 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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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美好 伴随我 做好 美好 您的小伙子 请来自日子